好 我们开始上课 上一次第四讲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这个政府的历书 清代的第一位以历书成就的大书法家 大家回去以后做了这个作业 写在了宣子上面 有好几个同学跟我反映说 宣子挺难写的 有点阴 这很正常 我提醒大家就是 写宣子的时候 水分不要对的太多 比如说我们这个墨太浓了 你要把这个自来水往里面加的时候 少加一点 对的多了之后 它肯定会阴得很厉害 所以稍微控制一下 当然你要反过来 觉得比较干的时候呢 那你就少放一点水 稍微控制一下 有点阴 在宣子上面 它恰恰就是这种宣子的性能决定的 如果一点都不阴的话 那这个宣子的这种材质的话 就说明这个材质也是有问题的 我回头会看大家的这一次交来的这个作业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五讲 讲伊丙寿的历书 这个历书家可能好多同学 又没有听说过 很有可能 但是这个历书家是整个清代的历书家当中 又是可以说是最有个性的历书 书体有成就的书法家 他甚至是会颠覆了我们一般惯常的对历书的那种印象 你等会看了他的作品的时候 你就能够体会到 我为什么说是带有一些颠覆性的 之前我们讲了这个四讲了 后面历书还有一讲 然后是凯书行书 后面是草书 回到我们上节课曾经提到过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两汉以后 东汉西汉之后 清代人的历书成就又能再造一个高峰呢 为什么清代人又触及了一个极高的一个高峰呢 而不是元代明代人呢 为什么呢 其中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取法乎上 清代人的成就高 跟他们的学习范本的对象有关 他们学习的是谁呢 不是明代人元代人 而是主要的司法对象 就是汉卑 其实汉奸也可以 但是当时的时候汉奸还没有出土 所以他们没有成为他们的范本 今天我们学习 其实是可以以汉奸 作为我们的学习范本的对象了 是吧 但当时主要是学汉碑 汉碑的成就 那在书法史上面 也是属于一个高峰的一个时代 我们不谈简读啊 就是历书的汉碑 当然 所以清代人 他们的这种创造新的艺术的 历书的这种形式的灵感的来源 就来源于汉碑 所以可以这么说 是清代人发现了汉碑历书的美感 可能在当时的时候 可能还不觉得有多美感 但是后来人是读出来 从这个汉碑的历书当中 发现了这一种美感 这个所以审美是要靠发现的 所以越是可能在当时的时候 是主要是以实用为主 但到清代的时候 就更多的是从一个审美的 艺术的角度去解读汉代碑刻的历书了 所以是清代人发现了汉碑历书的美感 我们不妨了解一下 汉代的碑刻的历书的几种常见的类型 主要有这么几种 其一是秀意型的 很秀 带一点飘逸的秀意的 礼器碑可以说是一个代表 那么大家看 瘦瘦的细细的 但它很有力度 这个礼器碑 礼器碑其实是写小了比写大了 更能体会的它的这种美感 这是史诚碑 跟礼器碑有点相似 在礼器碑更瘦一点 它稍微要比礼器碑 笔刀要粗一些 另外一个它更方整 礼器还有点扁一些字形 这个史诚碑也好看的 所以汉碑真的是一个碑有一个碑的奇妙 而且他们当时请的这些花了钱 这个采石头 课碑 请人写 所以那都是要请水平比较高的人去写 才对得起这个课碑的这个过程 才对得起这个碑的这个主人 是吧 这个孔咒碑是很开张的 它夸张了这个撇合纳和剥划 它特别的开张 非常的舒展 这孔咒碑 孔咒碑也好 朝会小子禅碑也好 你看 这也是很左右都很舒展的 特别把这些装饰性的笔画 特有意思的去把它夸张 那么还有装正一路的 像华山庙碑 华山庙碑就是 它是比较方方正正的 结构比较紧凑 紧颜 还有以音碑也是 你看 这也是比较 所以像这样的呢 特别适合于很有法则 比较严谨的 适合什么呢 适合初学的时候 就入门的时候 就比较合适 等到你基本的法度掌握了之后 再来走其他的这个类型 像他就是把历书的 这个基本法则 比较规准 比较严谨的 还有朴着一路的 大桥入着 着着的 方方整整的 我们这里在座的 有些同学就特别喜欢 这个张千碑 张千碑这个是 粗看不爱 越看越爱 到最后就看不上其他的碑了 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一开始接受起来的时候 稍微有点困难 因为它不是属于一眼 让人家眼睛看了觉得好看型的 漂亮型的 还有显玉黄碑 也是跟张千碑有相似之处 笔道比较粗 结构比较浊 浊浦型的 肥质碑也是方方的 浊浊的 大凡浊的字 重心都比较降 然后内容撇合 那都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那么夸张 所以结构上面都方方整整的 那么与此相反的是什么 与卓浦方面 那就是秀妹 最漂亮的那就是曹全碑 曹全碑就是我们在 一开始接触绿书的好多同学 就喜欢这个曹全碑 因为什么 它好看啊 漂亮啊 是吧 确实是特别美啊 有唯美的这种追求啊 事实上作者不一定有这种感觉 但我们今天解读的时候 就觉得它确实特别的美啊 很有美感 美当然也是一种美了 嗯 还有一些是像这种西霞颂 就属于野异类型的 很野异 因为它是磨牙刻石 磨牙不像碑石 碑石是打磨得很光洁的 磨牙就是就着山牙的石头上刻的 所以它想这样刻的时候 石头还不一定听话了 所以会有一些意外的这种效果 而且呢也很粗犷 这种实质 所以就会造成一种意外的美感 所以这种是属于野异类型的 那还有呢 最代表性的就是石门颂 也是有野异类型的 我们大家好多的这个学书法的 业界的这个朋友吧 石门颂看作是 历书当中的狂草 历书相当于绘画里面的什么呢 大写意 大写意绘画 特别的放 它其实就是把法则跟个人的这种意的表达 相对来说是突出了意略于法的这样的一种历书类型 好 这是奇诀类型的侠成碑 为什么奇诀 因为它的肩价结构 保持了大量的这个传书 但它写呢又是历书的写法 介于这个传历之间 所以它的结构是很奇绝的 你看有中 中字就是左边就是明显的传书 查孝顺的孝底下那个字 你看孝字就是典型的就是传书 但是它又有历书的这个笔画在里头 所以这是很奇绝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方整类型的 像横方碑 方方的 我们要在外面画一个框的话 它是比较规则型的方框 它是竖方框 还是扁的方框 大家看一下 竖的方框 是吧 它是一个竖型的方框 其实是偏向于竖一点的方框 还有什么呢 还有智着 就好像很不会写字的 执着的 你看东倒西歪的 这个在当时可能觉得好像不是刻意去追求这种风格 无意当中出来的 它可能也想写得更加的公稳一点 结果就出下来这样的 但在今天看来 我们觉得这是崇高的极高的境界 有天趣 特别的足 像小朋友写的 我们今天的文人们反而去追求这一种 不易得道的这种同趣天真的浊趣了 就去追求这一种了 所以有 自着的这种美感 在里头 所以 清代的这个 历书的名家 基本上都是从汉历当中 去找到 跟自己性情相合的 然后发扬光大 从而形成一种鲜明的风格 你要去研究清代的 这些大的历书家 他们都有来源 都是从某一个碑当中 开拓出自己的风格 因为汉代的历书碑课 风格太多了 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可以选一种你自己 特别迷恋的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掌握了法则 那法则了之后 我们就是追求的那种趣味性的 一种独特的这种趣味 是我们所要需要的 那个其实恰恰就是 我们说的艺术的 这个灵魂的东西 其实审美吧 每个人其实是有差别的 但是呢 你又不能不去学古 最后面 你就在古人跟你之间 找到一个折中的平衡 越入古 也可以说是越出心 到后来就是这样 越入古越出心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伊比寿 他就是一个 类似于我们刚才说的 这么一个人物 越入古越出心的大礼书家 很独特 你看 太独特了 乍一看像美术字 是吧 但是暗藏玄机 你盯着每个字看的时候 每个字都是活蹦乱跳的 其实盯着一个字看的时候 看整体的时候不怎么样 你研究每一个字的时候 盯着一个一个看 花字 你看底下有这个试文 盯着一个一个看的时候 特别有意思 你要写一个横幅很有可能放在中间 他写这个横幅的时候你会发现 他是顶着上面的 下面留空的 然后后面三行很受细的形书来落款 形成鲜明的对比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把这五个字全部都往下 放在下面 让整个的上面去流出这么大的空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清代人有这么干的吗 没有 古代的书法家几乎没有这么干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把一件作品 也看作是一个生命的话 古人就是这么看的 那这一个生命 它是有一个立起来的生命 我曾经在第一讲的时候我讲过 如果说你把这一个全部往下降的时候 那就相当于这个字啊 它就不精神了 像什么呢 像一屁股坐在地上趴下来了 整个重心就往下坠了 而不是往上去的 它就立不起来 整幅作品的章法它就立不起来 这里空着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的重心是在上面的 不是往下坠的 所以你这个我一往下 上面空的时候它就下坠了 这个是跟中国人的一个独特的审美有关系的 所以你说你跟我说 我说老师我下次来个创新 我把所有的字往下降降 降到底下上面空出来 那其实我相信是一种创新 但这种创新供中国的书法的这种审美的精神是不符的 其实是 那你这种创新的价值和意义 那又在哪里呢 那么一炳书的历书在历史上面地位很高 《青石历传》里面还记载 一炳书啊 功八分历 就是它最擅长 最拿手的是什么呢 历书 35岁的时候写的 35岁的时候的这个历书 35岁的时候已经有自己的这个风格了 已经有自己的风格 灵的这个张千碑 灵张千碑 1788年 嗯 我们把它的跟这个张千碑的元帖对比一下 就能看得出来它是怎么灵的 你看 左边就是张千碑 高地在照 那边高地农姓 那在照高地农姓 你看啊 张有张良 这个 这个字就没写是吧 这个字是不是没有写啊 这个字没写 从张良的照 善用 你看 筹策 哪个更规整啊 义炳书更规整 是吧 有的人灵张千碑 是往那个动荡方面去灵的 他是把它拉往这个凭正方面去写的 你发现了吗 它灵的时候 所以我们去读古人灵帖 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非常非常有意思 从灵帖当中可以看出 每一个灵帖的 它的那个审美 它的那种 对于这个古法的理解 我们来对比局部 就看更看得出来了 右边是义炳书的 左边这个是原来的汉碑 张千碑 你看一个一个对照一下 筹策再为目 你看一个一个对照一下 差别比较大的是哪个字呢 是这个寨子 是吧 本来应该是很长的 这个寨子这个差别比较大 还有这个册子也比较大 我们今天去读一个 灵一个汉碑的时候 我告诉教大家一个方法 比如说看了这个字 怎么都看不清楚 怎么写 怎么办呢 去把清代人 清代人大量的灵过汉碑 去把清代人的找来 对着它 你就能读得懂了 所以你灵的时候 你说我把这里加长一点 加短一点 这也是 就不是一个什么问题 然后它是有一定的 这个弹性和自由度的 你不要说 这里破了 这里护掉了 说我这里也要这样护掉 不用的 那老老实实写出来 因为你学书法 是为了掌握这一种古法 而不是说我要达到 跟它连斑驳残破 都跟它做到一样 不是这个 你那真的是叫 一葫芦画嫖了 完全就是 好 那么再看 他的老师 他曾经受这个老师 影响很大 贵妇 1736年 比他大 大了18岁 你看 受他影响很大 所以他的书法风格 跟这个是比较接近的 跟这个 你对比一下 你看 所以一开始 学习书法 有一个好的老师是重要的 但是 你最后还要能够摆脱 老师的风格 对你的这个束缚 那你才能够真正地走出来 后来他确实能够走出来 那就是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强烈的鲜明的个性了 他到五十几岁之后风格就形成了 这是他六十一岁的时候 风格很强烈 千章百雁之斋 你看 这是斋号的斋 三个点 两个 你看 是不是像图画的 很有装饰性的 他的 很有个性 线加点 既这个抽象 也很装饰性 但是他每个字 他都是有出处的 又不是乱来的 气魄很大 很宽薄 你看 特别宽薄 但是他六款 特别瘦 特别细 这样一对比之后 让他的正文的这个 历书显得更壮气 没有对比 那就凸显不出来 一对比 更凸显出来 他的雄壮 更加凸显他出来的 这种瘦戏苗条 是吧 他就对比出来了 就跟一个胖子 跟一个瘦子似的 一对比的话 就明显明显 非常的明显 所以清代的书法家 梁当局在 推案水笔里面 讲到他说 一炳书的历书 能汉力而大之 愈大愈壮 越大就越壮气 说他的字 越大越壮气 所以一炳书的 这个书法在历史上面得到一个评价 我们今天好多学者研究 普遍认为一炳兽的字有一种境界 这种境界跟颜真卿一样 可以概括为什么呢 庙堂气象 庙堂气象是一种风格特色 也是一种书法的极高的境界 在之前 那就是有这个颜真卿 在清代 那就是谁呢 那就是看一炳兽 一炳兽是历书 颜真卿是楷书 那种庙堂气象 非常的装正 宏大 那么这其实是庙堂气 这其实就是一种气质 我们看书法 一开始是看好不好看 漂亮不漂亮 这种字 最后面你要慢慢慢慢地 要进入到一个什么境界呢 看神气 看气质的这个境界 就像刘希仔说的 要论书法是有书气的 要有书气 就是书法的气质 书气 以什么气为上呢 以士气为上 士气很重要 这是这个士人的 就这个士啊 士人的精气神 精神风骨 要有风骨 以士气为上 这是关于书法的品格问题 那么这些气 若就像这些气 皆士气之气 这都是书法里头 属要排斥的 属于境界格调 不是太高的 最高的就是要有一种士气 那廖堂气象 就是属于有士气 士气的这个类型的 他这个讲了好多气啊 但是你要问他 到底哪一种哪一种呢 这个可以感 但是很难去一一的 非常明晰的去界定 这也是中国文艺的 这个评论的一个特色 你很难用精准的去界定 但是能感受得到 那种感觉 有些时候 我也批评我自己的学生 我说你这个字 写得太脏了 像垃圾堆里捡来的 那我就觉得 他那个气啊 他不干净 对吧 我才会这么说 但是你能够说 到底不干净到什么程度 能不能用 采取一个 精准的数学的量化 那肯定很难 但是就是有那种感觉 那么在一柄书之前 谁的书法 有庙堂气象了 那这个人就是颜嫩琴 大家看颜嫩琴的楷书 琴礼碑 非常的大气 每个字都撑起来了 非常的壮气 这是琴礼碑 这都是掩体成熟的风格 他早期多宝塔碑 我觉得很难撑得上 有多么高的境界 也不错 也挺好 但是他后期的这种气象 这种博大雄伟 雄壮的这种感觉 就是在后期成熟之后 颜嫩琴把自己的生命 都带进去了 形成了这种独特的风格 这个也是东方说话战碑 你别以为很容易就写出来了 你现在学学 你当然觉得容易了 你能够自己独创一种 这是很难的 这继续要笔墨的 这种精熟的功夫 同样也是要内在的生命的 有这种气质 有这种胸怀 才能写得出来的 所以你灵的时候 当然觉得是容易 你自己要是能够创造这种风格 那是相当的不容易的 我们看一柄书 就是往这个路上的传承者 这边是他的历书 右边是他的这个行草书 是行书 大家看这两种 让你来做一个选择题 你觉得这两种 哪一种感觉上面 格局气魄要大一些 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 大家选他的历书 所以在历史上面 尽管一柄书 传立凯行草都能写 那么大家普遍认为 什么成就最高呢 历书成就最高 他的下了功夫 最大的是什么呢 也是历书 也就是说 跟他的生命 最契合的那个点 其实还是历书 在历书当中 把他的那种 内在的生命的气质 全部都灌注进去了 不是说他其他的 就不好 是其他的达不到 像历书这么高的 这么极高的 这种境界和成就 所以这种 庙堂的这种气象 让我们感觉到了 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是一个很大的 一种空间的感觉 所以它是有种空间感的 所以庙堂气象 既是有一种 类似于像建筑一样的 这一种 很大的空间的感觉 那么同时 也是一种精神气象 它的精神气质 流露在里头 我们说这个人气象 气与喧傲 那就是一种气象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人 胸怀博大 那就是一种气象 所以这是二者 我们说的这个 庙堂气象 是二者的合一 我们先聊 先看一下 第一 空间感 什么叫空间感呢 比如说 这个中间是个什么字 吹字 大家认识 我主要不让大家看吹 主要是看旁边的格子 这个格子 今天我们把它叫什么格子呢 叫九宫格 因为它分成一个格子 分成九份了 事实上呢 这个古人当中 老早以前 就是比如说这个清代以前 是没有这个 基本上就没有这个 九宫的这种 惯常的说法 后来人 我们把它 这个叫中宫 这种叫中宫 那么 九宫 那九个 这其实就是把它当做 是一种空间的分割了 那么什么地方很重要呢 就是这个中宫 是很重要的 虽然没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在这个 比如说 晋唐时候 在这个 宋元时候 大家对这种 空间的认识 它还是存在的 只是没有这种 理论的这种 空间感的说法 我们所说的 这种一个字 它其实是 可以把它当做是 建筑来看 它是有这个空间 所以也讲究 这个不白的问题 那像这个 比如说我们讲的是 这个空间 那这样就是一个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当中 我们说的 那中宫就在这个位置 那中宫在这个位置 它其实就是一个 字里面的一个空间 外面呢 延伸在这儿呢 其实就是一个字 外表 外面的一个空间 所以 我们说 一个字的空间 它其实是有两个空间 一个是字内的空间 像这样一个 中宫的位置 在这里 字内的空间 还有就是外面的 整个的 外轮廓的一个空间 它其实是有两个空间 字内和字外的一个 内空间 与外空间 我讲到这里 跟我们讲的一柄说 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 古代的书法家 有的人的内空间 很博大 有的人的书法 外空间很博大 尤其是这个 中宫 每个人的 这个空间感 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 这三个字 都是义字 都是礼书 现在请你来判断一下 这三个字 我们要是 让大家去找 内空间的话 内空间的话 你觉得这三个字 哪个字的内空间 是最广大的 你来感受一下 一个一个看一遍 内空间 就是接近于中宫的这一部分空间 是最大的 是哪一个 最宽广的 一二三 哪一个 大家觉得 二 还是一 还是三 好难 是不是 内空间 其实是哪个字呢 是这个字 三 我刚才一开始听到好多东西 余生学是三 后来就不坚定了 越看越迷糊了 分辨不出来了 所以一柄树的内空间 就是这个空间 内部的这种空间 是最宽广的 它把整个字 我们来 在这里可以做一个例子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空间 在这 这是一个外空间 那么内空间呢 你看 第一 第二个字呢 它的这个空间在哪里呢 在这 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朝这边伸展出去 所以它的空间感呢 我们会觉得是在这个位置 那一柄树呢 它这个空间感呢 你看 完全是拼到这儿来了 所以 这个 一柄树的内部的 这个空间的感觉 是最宽的 包括严正清的楷书也是这样 我们再来看看一柄树的 这个字 所以它不怎么去伸展 这个 别的这个 外部的这个笔画 比如说我们要是这个安字 还可以怎么写 大家看一下 如果要是看到古代的字贴的话 它可能这样 这样的话这个字就变成什么了呢 内部空间紧 外部空间是宽宽宽广的 看得出来吧 那我们现在一柄树的话 它恰恰不是这样 你看 它是这样 一点点 所以让我们觉得它的 特别宽 我写的比一柄树快多了 一柄树没有这么 你看 能感受得到了吧 现在 是吧 一个在照 一个在照 你看 你看 单字的时候 好壮气 是吧 这字 再看 你看 它这个空间 好宏大 单字拿出来的时候 所以前面谁说的 它的字 欲大欲壮气 就是这种感觉 别人不一定有这种感觉 但是一柄树 就是欲大欲壮气 我们来对比 这空间感 这是超权背上的 你看 它的这个空间感在这儿 它的话往外延伸了 到这儿来了 你这样对比的时候 就能感受到 所以为什么 闫正清跟一柄树 会给我们一种 庙堂的这种 宏大的空间的这种感觉呢 就是因为 它们的内部空间 要比一般的人 要宽广得多 如果我来举个例子的话 这两种 就是 一个是院子大 一个是房间大 那你觉得 一柄树是属于 哪一种情况 房间大 大家一下子 就能够体会得到了 是吧 有的是 倒回去一下 有的是院子大 院子大 有的是房间大 所以房间大的感觉 庙堂气象 你就会感觉到 空间感上面 就会特别的宽广博大 所以历书当中 一柄树的内空间 是最宽薄宏大的 在历书里面 有没有比它 它更找不到了 所以 国朝先政事略里面 就记载 说一柄树评价它 历书欲大欲见其价 有高谷博大气象 你看 所以前人读的时候 读评价的时候 我有些时候觉得 怎么会是这样 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别人 就不是这种感觉 有些时候觉得很玄 但是你一旦从形式的角度 去分析的话 还是能够找到相对应的 这些形式的要素的 其实是 看看这个对联 郑生 寒 力物 精益 董 江都 你看 真是 特别的壮 很大 然后它把漏款 瘦瘦的细细的 你要不找 不仔细找 还找不到漏款的 是吧 它特别瘦 特别细 再放在这 它就突出了 这个 历书 这些呢 就好像是 作为它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 花边 一个 补的 补控的地方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没有这个补控 也不行 那也穿不起来了 也没有这么 惯气的感觉了 有了这些小字了之后 感觉到上下 又能够把它 给连在一起的感觉 还有这个 物质期摘 它的摘 你发现了吗 这一次 中间留空了 是吧 中间留空了 有些时候 它是不留空的 有些时候 它是留空的 这个小原点 物质期摘 写摘号的摘 这个字 你以后就可以用了 以柄受语 你就跟着 以柄受学的 老师问你 你怎么用这个摘 以柄受就这么用 我们是有出处的 就是说 你看最后面三行瘦系的路款 这里留出来 很宏大 都是伸展 直来直去 这个字 月花难弃之灾 你看 月花难弃之灾 你会发现 这个呢 实心的了 是吧 不像刚才那样 这个点 点 你看 它擅长用点 你发现了吧 它特别擅长用点 哪个会把 哪个书家能够把点 用得这么奇妙的 那就是一柄书 点成为它的 这个书法的形式的 有一个重要特征 它在这里漏款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身子是个转术 这写中间 再来两边 你发现了吗 这是个转术是写的 我等会会讲到 它的形式的特点 非常的宏大 大气 那么这种庙堂气象 还有一种中正感 不会东倒西歪的 它的字 都是很像传术一样 有中正的感觉 像小传一样 很中正 非常的中正 它把历书的 上次给我讲的 横平素质的特点 推到极致了 夸张到极致了 横平素质 我曾经讲过 虽然我们讲到 整体的历书的横平素质 但是有些笔画 还是可以中间 带点弧度的 拱上去的 比如说我写这个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还是有点拱上去的 那到它这里的话 拉直的 横平素质 它也不会说是斜侧 楷书的话 有点斜侧 那边是楷书的 横平素质 它是彻底的横平素质 横平素质感非常的强烈 这是我们上节给我讲到的 立书的这个是 但有些立书家 它是带一点点那个的 整个字是横平素质的 中间的笔画 它是有一些变化的 好 比如说政府的立书 你看 这里就是有点弧度的拱上去的 整个字是平的横平素质 但是部分笔画会有一种小变化 你看 一柄兽 简直像格子打出来一样 拉的 而且它还拉的慢 它不快 快的话 它这个飞白就要出来了 是吧 它还比较慢 所以这个是很难写的 很难写的 一慢了之后又怕没有力量 所以它的墨比较浓 它拉出去就有力量 你看 直吧 我们对比一下 左边这个是谁打 是政府的 上次我们讲的 右边那个是一柄兽的 你看这两个一对比 横平素质 哪一个更加强化了 显然是政府 更加强化了横平素质的 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为了追求变化 往往会陷入到 对变化的执着当中 现在突然有个人告诉你 其实没有变化 也是一种美感 是吧 所以它就不停地会 反驳我们 我们固有的一些思维 我们觉得力书没有 剥化 那怎么会有美感呢 好 政府告诉你 直就是直 横平素直 是汉代力书的 大的这个精神 在大的方向 我不违背就可以了 所以 一柄兽 它是颠覆我们 惯常的 对力书的一种 审美的惯性思维的 所以一柄兽的力书 字的重心 一般都是处于中轴线上 几乎就没有左右起策的 这是赵之谦的力书 赵之谦是讲究 哎呀 很浪漫的 跌宕起伏的变化的 是很讲究 有变化 到了一根一柄兽 一柄兽 没有这些的 就直过来 竖过去 直竖 你看 在直竖当中 偶尔有点小变化 它的变化就不如它 来得那么丰富了 所以它是做减法 是吧 我们很多写书法 都是做加法 它是做减法 历史上有一些书法家 他们的书法的美感 就是做减法 比如说像 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 他做的就是减法 还有我们二十世纪近代的 有一个高僧 弘一法师 他的书法做的也是减法 像政府 它就是加法 其实是 下一次课我们讲的 何少基做的也是加法 所以 一柄书的立书 它体现的线条的美感 是一种直线的美感 我们上次上次讲到 吴壤之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曲之美 传书的线条的曲之美 好多人就在想 我一定要写着曲 老实说了曲之美 好 我今天要跟你说 曲是一种美 直线也是可以带来 很强烈的艺术冲击力的 你看直不直 特别直 跟行草一对比 就特别的直 行草基本上没有什么直的 但它那个特别直 一对比就直后 更直的 爱日迎奴 这是四个字 这里有四个字 你别以为只有三个字 这是组合的 爱日迎奴 我觉得这幅作品展大了 挺好看的 所以我也尝试着展大了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我想一柄书的字 不是可以越大越有壮气吗 所以我就尝试着 凌摸了一幅 比较大一点的 对 拉开 比较大 往前一点 对 爱日迎奴 用大的毛笔写的 所以你看大了之后 它就是直过来直过去 也很有一种壮气和美感 是吧 两张纸拼在一起写的 写的时候 因为少了之后 它又不这么黑 不这么润 怎么办呢 墨多了之后 就容易滴上去 你看 因为元大 它的作品没有这么大 其实是 并不太多 并不太大 我这个是其实是 放大了它的好几倍了 已经是 这样的话 我们后排的人 也看得清楚一点 是吧 好 放在这儿 先放地上吧 等会再说 谢谢啊 两位 再回去体会一下曲线的美感 反过来就可以 更多的认识 这个直线的美感 这是之前我们讲 无让之转书的时候 曲线的美感 曲线当然有曲线的好了 是吧 特别美 你看 直的也有直的好 直线 特别是在隶书当中 横平竖直的时候 这个直线的美感 我们把它一个字一个字抽出来 你看 再对比一下 这两者之间的 这种曲线和直线 你喜欢曲线还是直线 都喜欢 你现在就变成多喜欢了 是吧 我们来跟丁静的历书比一下 清代丁静的历书上面那个 它是注重曲的 注重笔画里面 还有像节奏的 有一种小小的波动感 曲线 基本上没有什么直线 很少 那么他们两个刚好相反 那么我们说的 一波三折的波画怎么办呢 它就淡化它 它的波画就一点点 一丝一下 你发现了吧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波画 那么这个纳化呢 也就出来 你看 就这一点 一人底下注 就那一点 它不会飞得很大 不像刚才丁静 飞得很大 你看丁静就特别强调这个 这两个一对比 你就发现它淡化波折了 特别是那个缠头燕尾 燕尾在它就不大 而且不过分 一点点意思一下 你再看跟黄毅的历书相比 你看黄毅的历书 它就注重于这个波画 所以黄毅他在这个清代的书法史上 历书也算是有一席之地 但是他这个成就跟这个一炳寿 我觉得还是不能比的 一炳寿更加把历书推向了一个新的一个境界 给我们一个新的这种震撼和启示 那么一炳寿的这种历书 它的灵感从汉碑当中来 主要是从张千碑 横方碑等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在哪里呢 那就是这个汉印 汉代的印章 为了适应这个边框的方方正正的 它把蚊子也拉直了 你看它的蚊子都是横平竖直的 那边那个是别布丝马 这边是长安令印 这个就特别像一炳寿的历书的感觉了 大家仔细看 看一下 我们把它做一个局部对比 这方印章叫别布丝马汉代的印章 那个就是一炳寿的历书 是不是像汉印的这种感觉 这种文字的感觉 拉直 而且下笔很重 一炳寿 它很有重量感 非常的具有种重量感 压得重 墨多 压得重 你看这个重量感 这个就墨特别的多了 你看压的 我们单字看一下 那个墨 还有点阴出去 你看 正字 身字 看单字的时候 特别能体会到这种分量 懂 所以他写的时候速度不会太快 因为他不喜欢像政府那样 像写行草一样 那么潇洒 像那种感觉 费荡那种痛快的感觉 他也痛快 但这种痛快是很安静的 所以一炳寿的字既厚重博大 但是他特别的安静 非常非常的安静 你看真安静 他应该不着急写的时候 很不急 也写的也应该不会太快 这是他灵的这个汉镜的上面的明文 底下有试文 这是这个镜 做镜子的时候 当时就把文字就把它注上去了 注上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镜名文 其实就是什么呢 夸自己的镜子有多好 是不是 上方坐镜真大好 夸自己的镜子 好在哪儿呢 上有些人不知老 可引玉泉积时早 瘦如金时佳切好 你看 他就夸自己的镜子了 我们来 你再看 看他的这个历书 他的这种历书 从汉译里面过来 但是他很安静 非常非常的安静 你要写的 我们很容易就啪就撇出去了 他非常的 很诚实 非常的稳 非常的沉稳 你跟他对比 这是谁的 这是政府的 我们上节课讲的 是吧 他写的才快啊 飘逸啊 动作很快啊 这两个人是两个极端 一个是极进 一个极动 可以说是 所以一个是偏于理性 一个是偏于感性 谁偏于理性啊 伊丙寿的历书是偏于理性的 用更多的理性 我以前其实写字是 其实是特别推崇感性的 后来我发现 有一部分书法家 有点像哲学家的感觉啊 特别的这个理性 那么他把理性的这一面 发挥出来了 也能够把书法写的特别的有境界 像伊丙寿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你看对比一下 一个是通过理性的 更多理性的 当然也有感性啊 一个是更多感性的 这两个人其实也都喜欢 是吧 其实都喜欢 我们每个人吧 其实是这样子的 有些时候会比较感性一点 有些时候会比较理性一点 但是伊丙寿基本上就没有写出来 这样的书法过 他基本上都保持着 像他的历书这种感觉 保持着这种 一直是比较属于比较理性的书法家 局部再对比一个 花字 你看 哎呀 真好看啊 是吧 这个也好 那个也好 都好 那么除了这个历书之外 其实草书也有 比如草书这种书体 按道理应该是 总归是特别感性的吧 但有的人他就不是靠畸形写的 也是偏于理性的 那比如说这两个人 你能看得出来这两个人当中 谁比较理性一些吗 能看得出来吗 能看得出来是吧 黄廷坚显然是比较理性一些 所以黄廷坚这个人在历史上面 也是被觉得草书的一大 大书法家 一代草书大家 因为他的草书又开创了一个新的路子 他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 之前写草书的那种创作的感觉 所以这是我觉得一炳书的历书 它就是具有的这一种非常清静的这一种静气 这也是一炳书的一个特点 好 我们中场休息 好 我们中场休息之后继续往下 刚才我们讲到一炳书的这个历书 他的庙堂气象 其中有一点就是具有这一种静气 静气是不易得的 尤其是在这么一个喧嚣浮躁的这么一个时代的话 其实我们每天的这种日子都过得很匆忙 越是匆忙的时候 其实越需要能够静下来 作为一个内心的这种平衡 所以当你阅读到这个伊炳寿的书法的时候 尤其是他的历书的时候 你特别有一种什么呢 有一种庄重感 有一种沉浸感 这都是伊炳寿的这一种静气来深深的来感染了我们 那么这种静气显然不是一个 我们说通过笔墨就练就可以练出来的 他其实是他的一个学养的一个体现 是他的一个性格 是他的一种气质的一种映现 那么我们要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要讲到伊炳寿 他小的时候他就从学 他的老师是谁呢 名儒英成方 英成方这个老师呢 他的这个学术段 他主要的是什么呢 学宗诸子 诸子大家都知道 那是儒家在宋代的一个开创的一个新时代 我们把它叫理学 那么在这个朱子的这个哲学体系当中呢 静和静养静气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内容 伊炳寿后来还创作过一个写过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就叫半日静坐半日读书 写得很安静 你看这其实也是伊炳寿的 我们说的他的做学问的一种方向 所以他是受到了这个朱子的影响 朱喜曾经说过 用半日静坐 半日读书 如此一二年 何患不尽 这其实是强调这个读书要有一种涵涌 要一种含勇 要能够内心 要能够静下心来 去细细的去品去读 所以他的这个作品 你看也是 写的其实挺慢 慢的时候 甚至还有点小波折 有点抖的感觉 不和过去一会儿 因为他确实是很慢 你要快的时候 哗就过去了 这是伊炳寿 伊炳寿其实是几乎是要把这个书法的书写的过程 当做是自己的修心的一个过程了 那我们各位 其实我们这个学期大家选了修了这个书法课 不仅仅是我们说为了交作业 大家不妨可以把书法的书写的这个过程 也当做是自己每天可以当做是一个生命平衡的这么一个过程 让自己能够入境的 能够让心非常的踏实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伊炳寿的历书 静它不是一种死去沉沉 而是一种活泼 因为它在静静当中 还蕴含了一种动的这一种事态 横平竖直的装正静密中蕴含了一种大桥 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其画龙点睛之笔 我们把它叫字眼 叫字的眼睛字眼 它经常是看上去机平正当中 有那么一点画龙点睛的这种字眼感 你看这幅对联 从情浮远记 经理亦道心 我们来看这幅作品的时候 这是一个从 从字 它独特在什么地方呢 你觉得独特在哪里呢 这个山 竟然是刻意地把它歪了一下 这我们一般的人是 不敢的写历书的时候 之前人有这样吗 没有 你看 之前的汉代的历书 虫子是这样子的 你看到了吗 很正的 没有 那么它是不是有来有出处呢 有 你看 把把楷书都带进来了 唐代人的楷书 左边这个是欧阳荀的 右边那个是楚岁良的 他把楷书里面的这个山的一倒放在了 带到了历书当中来 所以就让他的这个历书 你看 有意思吧 所以它是有出处的 你别以为它 但是很活泼 好玩了 这个字句 马上就好玩了 是吧 前人有的 唐代人就有的 你看道心 最活泼的在哪里呢 如果全是线条 它就不动感了 就不活泼了 这些小点点 散布在这个横线条 竖线条里头 顿时变得活跃起来 哎呦 动荡感了 本来极安静 极动荡 又是两极 在伊丙书这里得到了一个统一和谐 这个北宋的黄庭坚 他曾经说字中有笔 如禅家句中有眼 非生解中去起亦言哉 黄庭坚 他在禅学的造语上是很高的了 我们是读经 读经读经读佛经 一不小心就容易成为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 为什么 停留在文字表面 穿透不了这个文字的这个文字层 穿透不了 得到不了这个佛家的精益和真精神 那么书法呢 它也是这样子 你不能只停留于一个形式的层面 你还要在这个形式的层面 还要让每一个都能活起来 所以我们是要活学 读经也是要活学 学书法也是要活学 那么书法在形式层面呢 也是一个在极安静当中 要能够把极活泼能够点醒它 那这就是伊丙书的历书的奥妙所在 所以伊丙书的历书 我们说它常常是有一种设计感 我们今天好多人 搞设计的人都喜欢伊丙书 为什么 它有设计感 因为横线条 竖线条 再加圆点点 这个形式是很独特的 是吧 非常独特的 而且它还有很多的理性精神在里头 你也不要以为它点点就没有来源 它的点点是有出处的 这是汉代的印章 不取读印 大家看 看到点点了吗 你看那小点点的位置 再看这一方汉印 硕方掌印 大家看 这个小点点在哪里呢 在这 好圆的小点点啊 你看了吗 我相信最初的时候不一定是这么圆 但是历尽岁月 沧桑 磨损之后 腐饰之后 湿化之后 它有了这个滚圆的小点点了 但这足够启发一个敏感的艺术家了 你看 平地国城 看到那个字了吗 滚圆的点 你看 这个符字 就是这种感觉 那么前提是什么呢 一炳树应该 看到过好多汉印 应该对他还有一些研究才是 比如说在座的各位 没有研究过汉印 看到这个点点 也想不起来 他从哪里来的 那么一炳树跟汉印 是不是真的去研究过了呢 一炳树跟汉印 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关联呢 当然是有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且不说 清代的从这个前家以来 这个文字学 考据学 出来的之后 好多的出土的东西 也出来 汉印成为一个 这个收藏品鉴的一个对象 那么就从具体的来说 他的这个 贵妇是他的老师 跟一炳树在一师一友之间 他把汉代的这些印章上的文字 按照运 按照他们的运 把它编了一本 我们今天像工具书一样的 字典一样的 书语就叫《谋传分运》这本书 今天还出过 你看就这个 今天还出过这个书 这本书我们今天用来刻印章的人 就是相当于是刻印章的常用工具书 相当于一本 那么这个里面收的都是什么文字呢 都是汉代上面的传书的文字 汉代传书上的印章上面的这个文字呢 我们一般把它叫有个词叫谋传 就是这两个字 谋传 指的就是汉代印章上面的那个文字 看看是这样编的 比如说 这个第一个这个运 叫东 你看他把东的这个汉语上的字的各种的字的形态 全部放在一起编起来 这个东字我还曾经用过了 给一个朋友刻过印章 同字那他把同的不同形态全部放在一起 这个里面是有变化和装饰性的同一个字你仔细看 所以这如果说你要是刻印章这个你看多了之后你对印章的文字怎么去变化 你慢慢会找到他内在的那种理路你就能找得到 就相当于草书字典 你看多了草书字典之后 草书草法 大体上什么样的 你心里头就比较熟悉了 那你看这个字也是一样的 那么一炳书对汉语文字的熟悉就跟这个书有关系 在嘉庆元年1796年的时候 当时一炳书是43岁 他给这个贵妇书写谋传风韵的补仪五篇 所以他对这本书是很熟悉的 对这本书他就是对谋传是吧 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的作品当中 你为什么觉得他特别独特呢 就是因为他借鉴使用了很多的谋传的这种文字 把这种文字用到他的历书的创作当中去 这就成了一炳书的一大特色了 我们举个例子 这是给人家提的一个匾额 长生长乐之居 你看 这个里面第一个长字 反正你看了之后应该没什么疑问 应该比较见得多 哪个字觉得有意思呢 第二个长字 第二个长字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来源于这个汉印的文字 很有可能就来源于谋传风韵 我们来查一下 这是谋传风韵上面的一页 找到这个字了没有 大家仔细找一下 找到了吧 有点印象吗 在这 我们把它做一个对比 看来更明白 右边那个是一炳书的长 这个字特别接近 是吧 所以这种字它必须熟悉 一顺书写来 它很熟悉的对它这个字 它就能用上去 所以它为了这个变化 所以看上去好像没变化 事实上这两个长字放在一起 其实变化可大了 横平数字这个里面 你看 所以它对这种古文字学的 它的古文字学的底子很好 然后它对汉印的文字很熟悉 所以汉印的文字就是为了 适应这个方正形的这个外框 它把文字也变方了 刚好跟隶书是合拍的 所以就很适合于用在它横平数值的 历书的创作当中去 还有一点 它从汉印当中 还借鉴到了一点是什么呢 逼边 什么叫逼边呢 大家看我这张 这张我们是这个词的写作业要写的 我这个就是左右它流边了 那么逼边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全部裁掉 字逼着这个 指的这个四边 我们把它叫逼边 逼边在汉印里头 是汉印美感的一种 创造的一种手法 你看 它本来是有边的 结果时间长了以后 慢慢慢慢逼边了 你看到了 一张就逼着边上去了 你看 这叫逼边 我们一般用于写书法 喜欢有个习惯 什么习惯呢 就是把这张纸写在中间 是这边流出来好多 这边流出来好多 这边流出来 这边流出来好多 我一开始学书法也是这样的 左右前后都流很多 有一天我后来我 我的那个老师 黄先生跟我说 哎 方天逊 你留这么大的纸 难道是准备要交给表画师去采吗 他跟我这么说 我马上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为什么 你留那么多边是废着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而且不能产生什么美感 逼边了之后 它就会有一种什么呢 张力 有一种式的张力 就显得很 很非常的宏大 很大气 有一种张力 那么谁把这一点在书法当中用到极致了呢 尤其是在历书当中 那就是一炳书 所以一炳书的历书 逼边 什么意思呢 左右边逼得很近 以至于它的漏款到哪里去了 都跑到这儿来了 你看到了吗 那本来在这儿 换成是你写的 你想 哇 中间再折一下 再折一下 字呢写在中间 漏款呢在这个两边上 你是这么想的 是不是这样子 那么一炳书的这个特点叫逼边 就是逼着边 上面也逼得紧 左右你看都逼得很近 逼边 逼边反而能够体现伊丙寿书法的这种宏大的 壮大的这种气象 你不逼边 它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内空间 在逼着边了之后就显得更宏大 你看这个逼边 所以它的漏款都是穿插在里头写的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不多留一点出来 可以写写呢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很容易啊 这不难的事情 但是它就是为了能够把 逼边的这种美感呈现出来 逼边有什么美感呢 就是因为它可以在事的张力上面 一直可以突出去 一直可以突出去 冲破这个纸面 这个对面也写得好 是吧 也写得很好 你看这一幅 江山丽慈父 冰雪净聪明 我发给大家的字贴就是这一页 要逼边吧 逼得特别 特别逼边 所以你写的时候也要尽量的逼边 尽量的要逼着边 逼边了才能把伊丙树的这个特点 才能体现得充分 这幅对面写得特别精彩 你们慢慢地去体会 我这还会讲 因为这个特点 我以别的例子来讲 讲它的用字的特点 它的用字是正中求其 字形很独特 字形非常的独特 每个字看上去凭正 但凭正当中 它都蕴含着很巧妙的在里头 所以看似平淡 其实很齐绝 这幅对脸叫 清诗中为柳 加酒即欧梅 你看很凭正嘛 很中正 看看单字 这个字其实在哪里呢 三点水悬在空中 你发现了吧 三点水是悬在空中的 我们一般写的三点水 会往下分散 它是集中在上面 这儿就空出来了 大致若愚的感觉 真的是它有一种理性的光辉 我觉得在这里的体现 你看 这个字的奇特在哪儿呀 你一般写的时候 会把言跟诗写得差不多大 等风 它是反其道而行之 把言写得很大 是写得小 你看 很浊 这个字奇妙在哪里呢 有什么独特的呢 那个上面大 很大 底下很小 是吧 还有一点 那个宝盖头就出来一点点 意思一下下 你发现了吗 那个点不能太多 太多的话就不是一柄说了 就那一点点 冒了一点小头 告诉你 这是宝盖头的点 非常的含蓄 这个字独特在哪里呢 最后这个笔画是有一点弧度的 插插平的 来一点弧度往上翘 很傲娇的样子 是吧 就那一点点翘一下 这个字独特在哪里呢 单人旁 极字 这是一个极 往下 一拉了 我们一般都这样的 木字旁 一拉到底了 汉译里面经常有这样的方法 拉到底了 你看 所以它很理性 很冷静 但它每个字都蕴含了一种 非常巧妙在里头 O也是这样 上面两个方 O口 上面两个是上一个是方的 底下两个是瓜子形的 这个圆的 你看到了吗 椭圆的 但它很慢很慢写出来 所以这个里面 它其实是有一种理性的思考在里头的 这个字就更齐绝了 梅花的梅字 竟然写成这样的 上面一个圆点 下面一个圆点 有点像拼乐高的感觉 是吧 所以它的这种造型的能力 真强 而且还不显山露水 这个是一种智慧在里头 完全是一种 可以说 一品书的历书是最平淡的棋绝 是吧 那么棋绝 但是那么平淡 这个好难啊 确实很难 它对字法要非常的熟悉 它的幽默始终保持一种温润 始终都是很润很润的 这个跟谁很相似呢 我们前面讲到的吴让智很相似 那政府就不是这样 吴昌说也不是这样 他跟吴让智一样 始终保持这种温润 你看一下 五十四岁写的 这个维文以载道 论诗将通缠 润不润 润又黑又润的 当然那个时候墨肯定都是磨的 我们今天用墨汁的话 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效果 我跟你说 磨墨的话 磨出来的效果 那肯定比买来的墨汁的瓶里面的墨 肯定是要好 还是要好一些 五十四岁写的 这是五十四岁的 这个一幅也是的 初符写的 刚才那一幅也是的 内容都一样 也是很润吧 同样一年写的 这是1815年写的 你看 过了几年了 前面是1807 过了八年了 你看 墨色还是这样子的 对吧 这是去世那一年写的 就是他去世那一年 我们现在能查得出来 去世那一年 有大量的作品诚实 这是同一年写的 1807年 有些小差别的 同一年写 有一些微小的差别 尽管很凭正 但是也有些微小的差别 这是前后相隔了 这个八年写的 这个八年写的 前后相隔八年 但是 又墨始终都是这样 八年之间没有什么变化 字形有些变化 后来变瘦了 你发现了吗 那个是他要 就是去世的那一年写的 变瘦了 线条 而且好像 更加的减少东西了 我们说做减法 更减了 这个还丰富一些感觉 那个更减了 这个墨也很润了 家人美清夜 由子 诗故乡 这有张千碑的感觉 有诗啊 顾啊 人字 你看 干脆就往那边一伸 你看 很齐绝 他还有一些凯书笔法 在里头 像齐笔册封下去 就是凯书的笔法 因为他凯书也写得好 他把凯书的一些笔法 也带进了历书当中 这是义笔书的一个特色 这个是比较光的纸写的 释迦传旧史 圣叶这个祭前修 他的字形 有的字形很扁 有的字形很长 这是他的变化 这种都很长 上面很扁 长 他的字形是有变化的 有方的 有长的 但是他长的还是比较多的 历书家当中 他的字形是 整体来说 是要偏长一点 你看这个又黑又浓的 所以他自始至终 都保持着这一种温润 很润的这种感觉 这里有三笔 靖书走有三笔 三涛 刘毅 还有魏书 这三个人的传 这一笔也是 我们对比一下 有的这个历书家 就不是这么润的 是吧 是另外一种感觉 当然那种线条的 质量是另外一种感觉 那是邓史如的历书 这是一笔书的历书 哪一个显得温润一些 一笔书的历书 显得温润一些 那个 所以这个墨色的这种差别 取决于每一个人的 个体的心理结构的 这种小差别 其实是 所以有的人他就偏爱 始终保持润 有的人就喜欢那种 可比要多一点 这是跟每个人的个性 是有差别的 但今天这个时代 有意思的是什么 好像大家都 有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认为某一种东西 就是最好的 很容易这样子 比如说 这是我的一个学员写的 他原来在我们这儿学书法 后来毕业了 他就到别的老师那边去学了 他有一天发给我看 他跟我说老师 我觉得我最近的线条的质量 跟以前 这个 差别可大了 现在的线条的质量相当的好 我看了之后 我 我就说 我说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 这个线条的质量 有点像我们姑娘的衣服 我说 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样式的 是花式的 什么都可以都有的 你不能把某一种东西 就认为是线条的唯一的标准 我说你现在很有可能就调到了一个唯一的标准里头去了 它以前完全不是这样的 它现在完全变成这样的一个线条的质量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 那个是一饼兽的 这个是我的学生的 他写 我也觉得他现在的线条质量行不行 也行 但是他就是努力地追求他理想当中的某一种线条质量 也是 就是很容易把 他现在限到一个现金里是什么呢 把这种线条的质量 当成是唯一的最好的线条质量了 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很容易就掉到一个执着的里面去了 我们说的执念当中去了 你能说一饼兽的这种温润 始终没这么润的这种线条就没有质量吗 其实他不是这样子理解的 你看古人也是这样子 你看左边是米符的 右边是颜真青的 这两种线条的质量都很好 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质感的线条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这种样式的类型的 所以我说线条的这种质感种类很多 就像中国各地的菜系一样 各有味道 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式 那么我们说的写出来的这种线条点化 它其实是一个结果了 更重要的古人是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用笔 笔法 笔法其实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书写的动作 那古人对书写的动作和用笔呢 它是有一个讲究的 这种讲究的说法叫什么的呢 叫如追化沙 如果你以后翻阅中国书法理论的话 你就会发现经常会提到 如追化沙 沉着痛快 但是呢 如追化沙呢 也只是一个大体的一个基本的礼 每个人笔下的如追化沙 他的那个手上 他的那个心中的感觉 他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这样就是如追化沙了 这样就成了痛快了 他也觉得是这样 最后我发现我们俩人个性的差别之后呢 我们都达到了如追化沙 但是我们俩人的线条质量 是两种不同的方向 这种感觉 这是有差别的 什么是如追化沙呢 笔时刻能够在纸上立起来 写出的这个点化很饱满 有生命力 我们说这个笔 那么我们就认为 它是一种如追化沙的 追它其实是一个很硬的 毛笔是一个很软的 你能够时刻让笔再怎么捂 再怎么写都能立起来 这就是用笔的一个本事 所以古人强调的就是 要如追化沙 它其实是一种用笔的一种动作 这种过程 我们对比一下 这两个人 左边这个是大隶书家 金龙的 金龙我们限于这个课程所限 我们不讲了 其实金龙的隶书 也是非常杰出的 金龙的隶书的这种质感 右边那个是一炳寿的 这也是一炳寿 嘉庆二十年 也是他去世那一年写的 你看这两种 你觉得哪一种线条更嫩一些 我们要谈味道嫩一些 哪一种嫩一些 一炳寿的显得嫩一些 哪个显得老一些 这个显得这个要老一些 但是我们说 这两种线条 我们说 哪一个艺术的境界 或者水平更高 我觉得就很难判断 就不好说 这是两种风格类型 它的这种嫩 你试试看 也是一种很老到老辣的嫩 这种嫩其实也是 你别以为看上去好像 这个天天的紫沙沙沙的 就好像这个不是这个类型 他们两个是两种风格类型 其实是 何少基清代的书法家 大书法家 下节课我们要讲的 他说一炳寿 始末如漆又浓 末要浓了像漆 然后他会出来 而且又多 咔过去 始末如漆 说得特别好 我觉得我很能能够理解 所以何少基为什么要说他 始末如漆呢 又浓又厚 所以他的那种线条又润又厚重 而且要慢 还不能快 快了就飘了 他的这一种 衣柄寿的这一种 所以他的这种风格的建立 他是建立了一整个的 从结构啊 用字啊 还有这种画龙点睛之笔啊 还有他的这种章法 不逼边啊 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他的这个章法 我们刚才讲到的 漏款和正纹 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大家看 鲜明的对比 你看那个那么重 这个那么瘦 那个那么近 这个是动一点的 动跟近 瘦跟细 形成鲜明的对比 越对比 越能够称突出 他的隶书的那种美感 这也是比较少的啊 你看这一幅 变化气质 陶冶 兴灵 雄壮 很粗壮啊 然后旁边的瘦瘦的细细的 这种字 落款 落款下来 这幅作品呢 我也领了一幅 好像我领了一幅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对联啊 比较大啊 给大家看一看 比较大啊 拿着 你们两个人 对 这两个 每个人拿一张就可以了 每个人拿一张 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 这样举起来给大家看看 两个人举高一点 看看拼在一起 来拼在一起给大家看看啊 不够不够高是吧 比较大啊 比较大啊 确实比较大 对的啊 所以这个高度应该是有两米八到三米高啊 应该是应该是挺挺高的 嗯 好 说起来不够高 以后长高一点就好了啊 就放地上 谢谢啊 哎 所以他的这个就是小字跟大字的这种对比 你看这幅对联也是的啊 正成圆足术 心意对眉清啊 这幅联也是的 瘦的跟粗的跟细的啊 对比起来 那么清代其他的这个隶书家落款就不是像伊炳寿这样很细的编款的小字 对很粗壮的隶书的大字 你看赵志迁的 赵志迁的就你会发现不一样了吧 哎 他的落款的字要粗壮一些厚重一些啊 而且要大一些 嗯 这两个人的差别 我们对比一下这两个人的差别啊 九道运时失以罪 花当灵处月还乡 你看 所以一炳寿这样子落款也是他考虑过的 我觉得不是这样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像赵志迁这种落款的方式为更常见一些 更常见一些 包括你看吴昌寿的落款也是那样子的 邓寿的落款也是那样子的 那个更常见一些 这样的落款反而是虚化落款的时候虚跟实之间反而会比较少一些 那么回到这么一个问题 一炳寿的隶书的成就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这么达到这么高的这个隶书的成就呢 颠覆性的呢几乎是一个是吧 说到底就是隶内功和隶外功 我把它概括一下啊 一个是隶书内部的用功 一个是隶书之外的隶外功 他其实把跟他气质相合的那些隶书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灵袭 你看他灵的横方碑 灵的好不好 灵的好 灵的横方碑 有的同学说 哎呀横方碑 那横方碑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等会给大家看啊 横方碑 你就是他灵的 灵的贡献在哪里了 那横方碑 他把它灵的瘦瘦的很均匀 啊 这种条幅真好看 竖起来两行 然后配点小字 这种形式感也很好看 这个是 也是他灵的横方碑啊 这是一个这个 四条 四条平 也是灵的横方碑 横方碑是他 我觉得 汲取营养最多的一个碑壳 对于伊丙书的隶书的风格形成来说 横方碑的这个 应该说是成分最高 这是东汉的横方碑 大家看横方碑是这样子的 长这样的 还是不一样吧 对比一下 这两段文字是很接近的 你看看君之列祖 看到了吗 从那边的第二个字开始起 跟那边是相合的 你看这个文字内容 他改变了横方碑 那有的人就问我 老师这个灵帖 是不是可以随意改变呢 想怎么就怎么灵呢 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不能想怎么就怎么灵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这个每个人不一样 有的人比较早一点 有的人比较迟一点 你看到这个伊丙书的话 三十几岁的隶书 自己的风格就开始比较形成了 这个真的是挺难的事情 为什么呢 三十几岁 比如说你写的不太久 就开始形成风格 很容易掉到沟里去 很有可能是 是不是的呀 把握不准 关键是你还能够把握得不 把握得准越来越好 那伊丙书的这一种风格 到了后来 他基本上就是零什么呢 都把它给 纳入到自己的体系里头来 而不是被范本牵着走 我们一开始学书法 肯定是被范本牵着走了 那什么时候把它 纳到我的体系里头来呢 这个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伊丙书的能力在哪里呢 他把各种悲客 都能够统一成他的这个 所想的审美追求的那种样式 那我觉得这是伊丙书的厉害之处 再看他灵的张千碑 那灵张千碑 是这样子的 张千碑 右边那个就是张千碑 左边就是他灵的张千碑 我你自己你看 你看你看这个张千碑前后的差别 好像他跟他灵这个横方碑也比较相似 是吧 因为他能够把人家的画成自己的了 这是他灵的张千碑 他对张千碑是下了大功夫的 也是 但是呢 他始终灵度能 灵出自己的那个味道出来 这反正是他成熟以后吧 他就这么灵 那不灵行不行呢 不灵 他到最后一年去世的时候还在灵 还在灵天 不灵吧 你就堕落了 很有可能就没有营养来补充进来了 所以这个灵的时候 越往后灵 那种灵其实是一种暗和的 一种神采的 去汲取他神采的 我们说以神造神的这一种学习的方式 你看35岁灵的张千碑和60岁灵的张千碑 有变化吗 有 你发现了吧 有变化 细看一下 有变化的 35岁的还有点点精神气 我们说个性的那种精神的感觉还有点不足 那种壮气 庙堂气象还不足 还有点接近于我们大众的理解的一般的隶书的概念 还有点那个后面60岁的时候完全没有我们一般的那种对隶书的审美的概念了 你看他和灵陪层碑 这也是一个汉碑的重要的一个碑课 陪层碑也是这样的 他灵的多的 他两次灵 这应该是一个不同时间灵的 哪个显得更壮气 右边那个显得更壮气 事实上的陪层碑可不是这样的 你看 是这样的 事实上的陪层碑是这样的 所以到后来灵帖又颠覆了你的概念了 灵帖就是一种创造 你要把范本改写成你的理想当中的那个样式 那才是真正的灵帖 这要有一个阶段和过程的 你不能说方老师今天晚上讲了 我明天就干 明天把这写成这样 这个不是这个 这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 对比一下这几个字 敦煌太熟 你看 差别好大 是吧 但那个字形 你看它还是 敦字是不是字形就是那样的 写法它就是那样的 他就是这样的 他传神啊 他灵的 是吧 灵的很传神啊 非常传神 所以中国人的在灵帖当中成长 这一点是中国艺术的一个特色 叫学金句也是 没有招式不行 没有套路不行 但是最后面又不被套路所拘 你就是要在套路中发挥自己创造的这种自由度 这个我觉得是大艺术家 大书法家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条件 不然的话你最后面你怎么能走出来呢 是吧 这是林的西霞颂 西霞颂原来是怎么样呢 是这样的 这个才是西霞颂 对比一下 你看 他都把它给收拉到自己的艺术的这个理想当中来了 再看他还领虎格颂 汉代的这些 他喜欢的这些 他都下功夫去领 那么这个虎格颂是什么样的呢 你看对比一下 那是虎格颂 右边那个 左边这个是一边说领的 所以他对于这种立内功下得很足的 把重要的这些 他喜欢的隶书的备客 可以说是领了几十年 但是你别以为这个没什么东西领了 你让他再领二十年 他如果能够活到八十几岁 他还能再往前推进 那么始终离不开一个基础 就是领帖 所以你不要以为把领帖 说我已经不用领帖了 已经 我觉得这个是 那可能意味着你进步会比较慢一点 你越往后 你越是创造性的领帖 好 立外功 有些什么呢 你看立外功 他对文字学 对传书他很熟悉 所以他对传书上面 也是下了功夫的 这个叫卓叶书堂 这幅作品也写得很精彩 你看像唐字这种齐笔 都是有楷书的东西比齐笔在里头的 你看到了吗 方方的切下去 斜的 这都是 那像这个镯子哪里来的呢 其实镯的右边半个 那就是来自于传书里面的 你看十五文的这个炸 半个 你看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必须对传书熟悉 才熟悉才行 所以一炳书在立书之外 他还能够监工 传书行书草书凯书 五体都能写 立书最擅长他的传书 你看 他还能写铁线传 你看 所以他立书也是下了功夫的 最后面把所有的营养全部到哪里来了 那灌注到这个立书上面来了 所以你要是想以后想在楷书上面有成就 我这一辈子就写六十年楷书 肯定写不出来 我跟你说 你得把专利凯兴草都学过 把所有的这些能量本事 全部都注到这个楷书当中来 你的楷书就有希望能够写好了 草书也是一样 按你各种书题的营养 最后面来滋养你的草书 草书才能真正的能写出来走出来 看他的小凯 这些人小凯写得好 我们一般都不太稀奇 为什么 他要应付考试 这是没有办法 如果各位现在还在清代这个年时代的话 各位都是写的一首好的小凯 不然你怎么考试 你都考试都考不了 是吧 那是必备功夫小凯式 但是小凯跟我们写书法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 让我们对笔尖的那种高度敏感 在常年累月的训练当中达到了一个极致 这是小凯的一个特点 所以古人能写小凯 说明他在控制笔尖 他控制的好啊 肯定是控制的好 对笔封的控制 每天都在训练写小凯 写作业也好 记笔记也好 平时工作也好 他都会用到小凯嘛 你看这局部 写的是过情论加义的 他的小凯来源于哪里呢 小凯来源于王羲之的《笑女朝娥碑》 他对王羲之的小凯下过功夫 你看这王羲之的《笑女朝娥碑》 我们来对比一下就看得出来 是吧 很像 非常的相似 所以王羲之的小凯也有多种风格 《笑女朝娥碑》就是带点隶书比较宽薄的 他恰恰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很宽薄结构 他还连过王羲之的《纯画格帖》的草书里面的 这都是王羲之的 这个字帖 在宋代的时候 北宋的时候 课程的《纯画格帖》 那么 然后再踏出来 大家就可以 零 那么这就是他零的 这是零的米符的珊瑚帖 米符有个帖子叫珊瑚帖 米符的一个 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书法作品 我们看一下珊瑚帖 这是米符的珊瑚帖 他刚才零的哪一段在哪里呢 就是在左上角这一段小字 还不是右边那一段呢 左上角 这个作品其实也就是 别是子稍微大一点点 横过来 其实是 这个作品不大的 是小字很小 就这么点大 不大 他就是零的这一段小字 他零了之后你会发现 完全跟米符不搭 但是写的也不错 他主要是 往严真卿上面就靠了 所以他的行书 主要受谁的影响呢 是受严真卿的影响 其实是 所以他的行书 楷书也学严真卿 学的很多 特别是大一点的楷书 这幅作品就特别像严真卿 你看 学严真卿的这个 宋刘泰冲序 你看 他也学过严真卿的 后面这个部分就是珍珠未贴 这一段 上书这一段 在上面有的中间这个 言伦卿的珍珠未贴中间开始起 上书令于蒲叶 大家看 就这一段 他写的更加随意潇洒 他写的要工整一些 要安静一些 这个特别像严体 大家好多人对严体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身边的朋友练严体的太多了 练欧体也太多了 那些也特别像严体 他对严真卿的这种喜欢 当然还有对严真卿人格的那种厚爱 推崇 你看 这个是旧书不愿 回读 杯酒精一笑开 这个字的奇特在哪里 把这个楷书行书草书都融在一起了 你发现了吗 这种叫破体 打破书体的字体的这种界限 这张也是个破体 这个里面还有一点传书的在里头 你看到了吗 那名字 你看到了吗 左边这个就像传书这样的 也有草书中间 大家看 恰恰就是打破了书体的界限的 几种书体都融在一起的 这个就更明显了 裴将军诗 你看几种书体都融在一起的 所以一炳书就喜欢这一路 很奇绝的 颜仁卿这路 所以它也是有来源的 还有人把颜仁卿的这个 变成了这个墨本 做成了 那一炳书的书的格言 你看有历书 有传书 有行书 草书 都用进去了 所以这种书体 我一开始就觉得好奇怪 什么地方来的呢 后来发现 原来是学了这个颜仁卿 受颜仁卿的这个影响 当然他也写的 像颜仁卿很纯正的 这路也有 你看 这是很纯正的颜仁卿的 这一路 行草 就像珍珠为天那样的行书 小字 手杂 特别纯正的颜仁卿的味道 他还能画山水一柄书 防省洲的山水图 当然他的这种气象 我觉得他还有除了这个笔墨技巧之外 绘画书法这个之外 他还有胸中的气象 我觉得对他的风格形成 是有直接的灵魂性的这种渗透的 所以他的笔底的气象来源于胸中的气象 他的家学我要提一下 他的父亲叫一朝栋 被记载一朝栋的 怎样的呢 为学以圣读为本 其推行始于故穷成于成人取义 故其道进而难治其是至重而光明 你看他父亲是一个特别正统的 这样一个世子 他自己一柄书本人三十一岁父亲应考 四十六岁离京任惠州之府 居今十五年 他在北京的时候接触了哪些人呢 他的师辈也是他的朋友 纪云 刘雍 温芳刚等等等等 都是一些大儒 都是一些庙堂中的这些高官都是一些 那么他自己去出任惠州之府 扬州之府的时候 那大家的口碑都很好 政绩非常的显著 董玉书曾经记载 抗日战争期间写过一本书 叫《吴臣怀旧路》写扬州的 他讲到扬州的时候 扬州太守 戴勇民贤 清代前家时 听州 殷母亲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人 最为最著 就前家时后 风流文采 慧政极名 欧阳勇书 书东坡先后媲美 乡人士 称道不衰 奉士三贤祠在九堂 你看 三贤祠指的是欧阳修 书士 王世珍 也就是说 一目轻视跟他们 可以相媲美的 你看 所以一禀书是 胸有浩然之气 我觉得是胸有浩然之气的 一个书法家 他有一幅对联叫 《变化气质 陶冶信林》 我刚才写的 所以书法要写得好 怎么办 首先要变化气质 气质不变 你的书法就很难变 气质变了以后 书法才有可能去变 所以一禀书的这种正大齐拓 清净温润的这种书法的风格 可以说是他的气质的一个呈现 康义为对他的评价说 一禀书这个人是极隶书的大臣 这个是评价极高 近代的相声评价说 隶书则植入汉人之势 连邓诗如亦迅其存古 邓诗如被包世成称为本朝第一的书法家 其他人就更别说了 这是对一禀书的这么高的评价 作业 领袭一禀书立书对联 就写这个 然后呢 练完了之后 要写在宣纸上 也就是说交正式的作业 上一次交了一次 这一次再交一次 就两次了 这个白色的宣纸上面 要把这个要写上去 漏款的时候可以自己去写文字漏款 好 下课